Hello 亲爱的小萌党们 我是马同学 咱们都知道 大小艺人因为上综艺节目 上热搜啊 出圈啊 那都不算什么稀罕事 但是 作为一个综艺节目的制作人 不仅频频出镜 成为半个固定MZ 还因为个人的不良事 耗力上热搜 那就很不寻常 这个人打赌啊 既不分场合 还不切实际 今天能承诺给跑车 明天就敢说 把你送上月球 咱们今天就来研究研究 这个既是收视保证 又赶着公然剧赌的 罗英熙罗皮 逢赌毕书欠下巨款 为啥还能成为金牌制作人呢 我们现在全面的了解一下 这个人是谁啊 都知道在韩国做这行水太深 但是老罗呢 没什么背景 也不是科班出身 童年和大多数孩子一样 喜欢看漫画 看录像带 他的爸爸也会像你的爸爸一样 说当公务员最好 于是长大的他 乖乖听话的 考进了专业不对口的 公共行政专业 直到上了大学 进了社团 才猛然被点醒 发现自己的爱好 奏上了制作人这条路 没有背景 就靠实力 作为一个制作人 这几年老罗也做出了不小的成绩 两天一夜 花样爷爷 花样姐姐 花样青春 三十三餐 新西游记 新婚日记 饮食堂 姜石堂 这些代表作就算不是全知道 你也肯定是听过一半 就算没有听过一半 那肯定也听过他的中国版 而且这些节目 不仅在形式上开创先河 收视率也是杠杠的 KBS的综艺 两天一夜 收视率轻轻松松 20% 没事还能保个四十冲个五十什么的 这样的收视在韩国是什么概念呢 来看一看2012年 韩国前三季度综艺收视排名 当时像Runningman和无限挑战 这样的国民综艺 只拿到了第三名 17.8% 和第五名 15.2%的成绩 两天一夜 以平均收视25.8% 稳居第一 并且生生拉开第二名 五个百分点 稳坐王者地位不可撼动 罗皮迪也因此被称为 养活KBS的男人 最后职位是步步高升 直接升到该工种的最高级别 牛败 但是像两天一夜 这样的周波节目限制多 压力大呀 于是这哥就果断的离职 转身去了承诺给他做继播 给他创作自由的TVN 从这个时候开始 获得了足够的创作空间的罗皮迪 逐渐构架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节目体系 他的这个节目灵感啊 都是衍生式的 新西游记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安宰嫌夫妇还没离婚 会隔空秀恩爱 所以老罗被他们做出了一个夫妻党的节目 新婚日记 后来这个新西游记坐着坐着 本性逐渐的暴露 胡乱打赌 于是他又作为筹码 分别承诺给江湖东和宋敏浩 两档节目 江石堂和花样青春温男片 重点是 这些看似随意诞生的节目 都火了 怎么可以这样一 这么看起来 这个老哥的履历还不错啊 嗯 但是在优秀的人身上嘛 他都有bug 那咱就来细聊聊老罗身上最大的这个bug 逢赌必输 先来捋一捋 这一次老罗赌输了的经过啊 在新西游记去冰岛的特别节目的直播 注意啊 这个节目就是他打赌输出来的 当直播的时候被问到 YouTube的订阅量达到100万会怎么样时 老罗的胡言云乱语模式 瞬间开启 听听同事抓狂的声音 再看看老罗那里两眼放光的样子 熟悉老罗的粉丝明白了 现在是咱们大线身手的时刻 于是 粉丝们不仅努力地号召身边的人增加定力量 还顺带写成帖子扩散传播范围 要知道4000亿韩元只能绕月一周啊 当粉丝量从81.3万 疯涨到99.9万时 制作组先疯了 当事人表示极度后悔 于是开启了一场名为 爱我的话取消订阅吧的直播 试图挽救 毫无疑问挽救失败 这一波操作不仅没有博得任何同情 反而激起了粉丝的逆反心理 到了11月22号订阅量达到了101万 老罗也疯了 拽着无辜受害者的秀根和音质源 再次开启直播道歉 然后就变成了这种局面 这已经不是老罗第一次在乱打赌这个事儿上在跟头啊 从33餐的时候和嘉宾组对赌游戏输了 于是80人的制作组顶着暴雨睡户外 新西游记2.5又赌颠球输了 新城取消艺人们开心的下班了 于是在德克萨斯做好万全准备的工作人员全都白马虎 这一笔制作费也打了水票 长机型了吗 不长机型了 而且越读越上头 新西游记4老罗加大砝码 堵起了跑车 一堵还是两辆 从此以后老罗又多了一个外号 叫翻空TVN大楼的男人 这么一个经常处罚高额赌局危机 还屡犯屡错 屡错不改的制作人 咋还能让TVN当块宝石的捧着呢 为什么呢 咱先想一想啊 作为一个制作人 团队一把手 节目里打的赌一定努力去实现这个认真劲 是不是足够稀有 绝对的规则至上 就算自己是这个规则的主宰者 那也是完全的遵守 这才让观众觉得真人秀有真的成分 而不是旨在秀 没错 对待嘉宾也是足够的珍场 在他的镜头里面 嘉宾也不仅仅是这一次合作的关系 而是能够像家人一样去对待 每季节目开始之前会有固定的聚餐 努力去满足他们每一个细小的愿望 就算某一个嘉宾不在 也会以另外一种形式 让他出现在节目里 最重要的是啥 他还够聪明 作为一档节目的总制作人 知道大家更想看什么 并且能一一实现 知道上班族对于背包旅行的渴望 就做旅行节目 知道度假时 比起够一样够美的地方 大家更喜欢安逸闲适的度过 于是他就做了三十三餐 大家喜欢看他打赌 他也知道如何最大限度的银河粉丝 调侃归调侃 罗比迪可以说是 韩国综艺制作人行业内的代表人物 他在自传反正竞赛还很常里就讲过 在这个行业 每个人都要尽可能的发挥最大的功效 把自己的事做最好 到了下个礼拜再次录影的时候 无法发挥应有效率的人就会消失 无趣的演员便无法再演出 新的脸孔不断地出现在镜头前 再把综艺做成行业的韩国 有一丝懈怠和偷懒就是下车的预警 激烈竞争让这个行业里的每一个人 每天不管吃饭还是睡觉都得想着 怎么才能出有趣的节目呢 怎么才能和别人不一样呢 就像罗皮迪做节目的第一宗旨 必须是创新一样 在那本自传的书里 罗皮迪对于广受好评的新西游记 给出了出人意料的评价 他认为这个节目本身存在着太多问题 是个失败的节目 因为并没有达到他一开始 给自己定的目标 这一下评论就激烈起来了 说这好比袁彬他爸 觉得自己的儿子一点都不帅一样 但仔细想一想 如果咱们的内容行业的从业者们 也能够时刻抱着这种 自省和自律的态度 那么大批量的优质综艺的诞生 就指日可待了 人和人一起生存在的意义 究竟然是什么 我希望能够展示出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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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